持续带你来关注环太平洋军演 美韩两国的空军的首度派出了各自的F-35A逆宗战机 展开了联合空中演习 外界解读这是对北韩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子试验 发出的强硬警告 战斗机加速冲出跑道起飞 这就是逆宗战机F-35A 南韩和美国的F-35A在朝鲜半岛上空并肩飞行 美韩空军11号开始在南韩任务空域 实施联合演习为期4天 除了F-35A还有F-15K KF-16 F-16战机 共30多架战机共同参演 这次的练习是国家的韩米同盟和 与国家的关系特色的重要练习 韩米洋部、宇宙军中央사들은 以本优论的练习以为 五世纪战机的战术和 优ähr识和机构做法 事实上这次韩美联合军演 也是自2017年来 时隔4年再由美国逆宗战机 部署在朝鲜半岛 大受军事肌肉也被外界解读 岂要先发制人 危责北韩 因为近年来北韩不断试射飞弹 还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子试验 这回韩美两国联合军演 暗示北韓若再继续挑衅 美国将在朝鲜半岛部署更多先进武器 北韩当局当然强烈反对 除了应对北韩威胁 美中台情势更是焦点 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 这个月已经与美军在日本海太平洋 东海上空实施三天的大规模联合训练 日美共派出52架战机参演 包括F-22 F-35A等 牵制中国异味浓厚 东西国中心综合报道